高雄街頭發生了一起行車糾紛 當時是一輛要轉彎的轎車 不但沒有禮讓執行機車 甚至副駕駛座乘客 一下車就直接攻擊機車騎士 也幸好這路口維持交通 遠景是立刻上前來制止 但是儘管這遠景在場出手的轎車乘客 還是非常的囂張 最後被遠景帶回警局 民眾的行車記錄器拍下 一輛黑色轎車停在路口轉角 副駕駛座的乘客一下車 就怒氣衝衝過馬路 朝機車騎士的頭部攻擊 隨後路口直勤的遠景 立刻跑上前去 制止雙方發生進一步衝突 沒想到轎車乘客不顧有遠景在場 繼續對機車騎士搶劫 案件發生在十九號上午八點多 雙方疑似是因為行車糾紛 轉彎轎車不但沒有禮讓執行機車 乘客還出手攻擊歧視 由於轎攻擊的歧視提告 警方隨即在鳳山查獲轎車乘客道案說明全案依照恐嚇公然侮辱罪移送罷 記者綜合報導